请到6号柜台 不少人一早就到邮局排队办业务 但小小空间挤满民众 6个柜台前各占1个人 彼此距离就很近了 等待的民众一个一个来 人数恐怕超过防疫规定 另外高雄前进邮局空间大一些 但民众还是聚集在里面 座位区也没有梅花座 恐怕有室内群聚的疑虑 另外在英德邮局 还看到部分民众站到室外等 就是因为里头只有7个窗口 早就满人了 算一算室内11个人 室外至少也有10个人以上 来邮局办业务的人很多 就怕造成群聚 指挥中心也宣布 除了卖场之外 洽工单位也要进行人流管制 要是人数超过一定限制 就得一进一出 民众被挡了下来 因为室内超过一定人数 就只能等人出来才能进去 疫情严峻 指挥中心宣布 营业场所和洽工单位 要落实人流管制 值得到邮局的人 大多都是年长者 加上作业速度不快 有时一等就是半小时 真的能有效落实吗 规定就是 你所开的窗口的 三到五倍的人数做管控 如果说人是超过 这个20个人的数量 我们就暂时在门口那边阻挡 规定 规定有了 重点是要落实 小型的邮局活动空间 本来就在如何分流 避免群聚邮局应该要再加强 TVBS新闻张立宁 吴松心宋家军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